好,下面呢,进入到我们的例三了 这一部分呢,还是建议同学们自己呢,先把例题做一做,好吧 肯定会有同学遇到困难,对吧? 因为这东西大家第一次学啊,可能不太会去画这个函数的图像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例三的第一小题 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用描点法画出二次函数 y等于2x方,y等于2分1x方,y等于-x方,以及y等于-2x方的图像 指出各个二次函数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并根据二次函数的图像,判断谁的图像开口最大 那么这个应该怎么画呢? 我们首先是不是肯定有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啊? 那我还是这样来问一下大家,你在学一次函数的时候 你们老师是怎么教你们画图像呢? 几个点就可以了呢? 两个 是不是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所以你画两个点是不是就这个一次函数图像就出来了 那么学反比例函数的时候 你们老师教你们的是怎么来画这个反比例函数的这个双曲线呢? 是不是有一个五点做图法? 是 五点做图法,你画出五个点 然后呢,把它用一条平滑的曲线连接起来 我们的这个双曲线的一支是不是就已经出现了? 另一支呢,也这么去操作一下 那对于这个二次函数呢,我们叫做七点做图法 当然有的老师也想五点做图法 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点越多的话 这个图像就会越准吧 对 好,那么现在我们去怎样找一些点呢? 我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 第一个,我们去画的是y等于2x方,对吧? y等于2x方,你愿意找一些什么样点? 你是不是要找一些好算的点啊? 嗯,比如说你愿意把x等于几带进去啊? 0 把x等于0带进去,对于说y等于几呢? 0 那也等于0,说明它是不是应该是经过我们的圆点的,对吧? 对 在我们这儿就出现了一个圆点 然后下边呢,你打算把几带进去呢? 这个坐标系数不太够用啊 是 你如果把1,2这么带进去,这个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大 你要不要七个点,最好应该不要上来就去算1,2之类的 你可以来小一点的,比如说2分之1,可不可以? 可以啊 当x等于1分之1的时候啊 x如果等于1分之1,我想问一下这个时候y等于多少呢? 等于1分之1 呃,y也等于1分之1,是吧? 对 因为这个是1分之1乘以2,是吧? 那我再问一下,如果x等于-1分之1,这个时候你的y等于多少呢? 还是2分之1 那是不是还是2分之1啊? 这样我们是不是找到了两个对称的点? 关于外轴对称的点,横坐标互为相反数,纵坐标相等,对吧? 来,这样呢,就出现了2分之1和-2分之1,2分之1这样两个点 下面呢,你是不是可以把x等于1带进去了? 这个非常简单,x等于1的时候,y等于几呢? y等于2,x等于-1的时候呢? 还是等于2 有没有发现都是对称的? 1和-1又对称了,我们又出现了这样的两个点 是不是已经有5个点了? 下一个我估计你可能想把这个2带进去了 如果把2带进去,y等于几呢? 等于8 y等于8 那说明它经过2,8这样的一个点,对吧? 如果把-2带进去呢? 等于8 因为有平方,它是不是还是应该是 算完是不是还等于8? 那我们又找到了2,8和-2,8这样的两个点 是不是已经有7个点了? 剩下来的呢,你就用一条平滑的曲线 去把这个点给连接起来 我们的一个抛线,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y等于2x的平方 是不是已经画完了? 那么如果同学们 刚才没有画出来的同学啊 我建议你呢,用我说的这个方法 你再去画一下啊 标7个点,一开始养成一个习惯 等你以后画的熟练了 可能5个点就够了 甚至3个点就够了,对吧? 那么要去找这样的7个点 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 有没有同学又重新画了一下呢? 画了一下是吧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第二个是这样的 我是不是又找了一些点?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y等于2分之1x的方 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 那再往下呢,我们又找了这样的一些点 出现的呢,是y等于-2x的方 最后一个呢,我们去找这样的一些点 画出来的是我们的y等于-x的方 是把四个图像都画到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里边了 那么画图啊,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 一定需要大家自己动手 那现在我们要总结一些东西 题目怎么问的呀? 题目第一个要问它的什么? 开口方向 是吧? 开口方向非常明确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当A大于0的时候 开口方向向哪呢? 向上 向上 你看2x方和2分之1x方 开口方向是不是都是向上的? A小于0的时候 开口方向向哪呢? 向下 向下 那-x方和-2x方 开口方向是不是都是向下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要我们研究什么? 对称轴 对称轴 你看一下这些抛线的对称轴好像都是什么呀? 外轴 是不是都是外轴啊?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 左同右一 对吧? 这次B等于几呢? 有没有发现都没有B啊? 一次向是不是都没有? 对 说明B等于0吧 B如果等于0 我们这个-2a分之B 它是不是就等于0了? 所以导致对称轴呢 x等于0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外轴? 第三个它还要我们研究什么呀? 顶点坐标 顶点坐标 这两个是不是顶点应该在下面 对吧? 有最小值吧 这两个是不是顶点在上面 有最大值吧 但是大家能感觉到这个顶点都是什么吗? 是不是都是圆点啊? 顶点都是我们的圆点 为什么呢? 为什么顶点都是圆点呢? 第一个对称轴 是不是外轴了? 第二个有没有发现 它不但是没有一次项 它也没有什么呀? 常数项 常数项 说明C是不是也等于0啊? C等于0 说明与外轴的焦点就是圆点吧 那你现在对称轴是外轴 与外轴的焦点又是圆点 所以你顶点是不是就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圆点了 能明白我的意思? 能 顶点就是我们的圆点 因为顶点呢是对称轴和抛线的焦点 对称轴和抛线的焦点 那最后一个是不是还要判断一下哪个的开口最大 对 来看一下这里边你感觉哪个的开口是最大的呢? 感觉Y等于1分之1X Y等于1分之1X的方 这个开口最大 是吧? 嗯 那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 你感觉这里边哪个的开口是最小的呢? Y等于2X平方 Y等于2X平方 是不是这个开口很小啊? 是 那下边的这个也有一个开口很小的 是Y等于什么呢? 负2X平方 而且这两个好像开口一样大吧 嗯 开口一样大 是不是感觉它们是一个关于X轴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 那有没有同学能想到点什么呢? 我们这个1分之1的时候 它的开口很大 这个2X平方的时候开口很小 那说明我们这个A 它应该越怎么着 开口应该越大 嗯 A应该越小 A应该越小 是不是应该这个开口越大啊? A如果越大 它的开口反而变什么了呢? 越小 变小了 其实这个道理也非常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这个A如果越大 你这个增长的是不是就比较快了? 增长的比较快 是不是导致这个线就会比较陡一点 它的开口是不是就会变小? 但这句话 对不对呢? 我们再看一下下边这个 你刚才说 A如果越小 开口应该越大 这两个数里边 负1和负2里边 谁小? 负2小 负2小 但是它的开口什么呢? 小 它开口小 说明这个负数的情况 是不是跟我们正数的情况 应该是怎么着的? 相反的 相反的 那么同学们能不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其实我们能不能把这两种情况合并到一起呢? 用一个词就可以描述了 我们加一个什么? 绝对值吧 而如果绝对值越大 那么开口越小 你看看 2这个绝对值是比较大 对 负2这个绝对值是比较大 所以他们两个是不是开口都比较小 对吧 对 绝对值越小 开口就越大 1分之1和这个负1 是不是绝对值都比较小的 它的开口呢 就比较大一些 那说明我们的A还不仅仅只是决定了开口的方向 是不是还决定了我们开口的大小? 只不过刚才在那呢 我没有给大家总结 就留到这道例题的时候 给大家总结了 他们都明白我说的意思 明白 我们就继续来下一道题了 函数Y等于KX的K的方-2K-6次方 是二次函数 当K等于什么的时候 其图像开口向上 对吧 那想一想 首先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得是一个二次函数啊 对 说明K方-2K-6要等于几呢 等于2 等于2 那你现在是不是要把它移过去 K方-2K-8等于0 十字相乘 减几加几 减4加2 K-4乘以K加2是不是等于0的呀 导致我们的K1等于几呢 等于4 等于4 K2等于 等于负2 负2 很好 这样是不是得出来了 我们这个地方有两个K的值 对 这题有没有陷阱呢 有 是不是感觉这有个K啊 是 它如果是二次函数只需要让K不等于几啊 等于0 但是我们这两个是不是都不等于2啊 都不等于0 所以其实都有可能 但是题目问什么呢 题目问 当K等于什么的时候才能让它开口向上 要想让它开口向上 K得是一个什么数 正数 K得是个正数 所以K应该等于几呢 等于4 等于4 是吧 好 当K等于4的时候 开口向上 诶不过这个题问 什么时候开口向下 大家都知道吧 等于负2 等于负2的时候 是不是开口向下 非常简单 来下一个 已知二次函数 这样几个啊 现在问他们的图像开口由小到大的顺序应该是什么 哎 我们刚才是不是说过这个绝对值啊 是 A的绝对值越大 开口应该越什么呢 越小 越小 好来 现在想一想 这几个数里边哪一个的绝对值是最大的 负3的绝对值最大 所以它的开口应该最什么呀 最小 题目是不是要你从小到大排列 所以谁排最小呢 外一 外一是不是排最小 它是最小的 哎 谁的绝对值最小呢 负的三分之一 负三分之一的绝对值最小 所以它的开口最什么呀 最大 也就是外二是不是应该是最大的 那大家知道应该选什么了吗 选C 是不是应该选C啊 外一小于外三小于外二 对吧 好 这样就把这个题也做出来了 记住我们总结的一些结论啊 记住我们总结的结论 来 第三个呢 如图 抛物线 一二三四对应的解析式分别是 Y等于A1X的方 Y等于A2X的方 Y等于A3X的方 和Y等于A4X的方 这一二三四都能看清楚吧 题目现在要你将A1到A4从小到大排列 A1到A4我觉得应该分成两类数 你知道是哪两类吗 首先这两个都是开口方向向哪的呢 向下的 向下的 说明三四的这两个的A应该都是什么数啊 复数 那一二的这两个的A应该是什么数啊 正数 正数复数是不是已经定下来了 题目要从小到大排列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排那两个负数 对吧 负数有没有发现四它的这个开口比较小 说明它的绝对值比较什么呢 比较大 它的绝对值比较大 但是它是个负数 负数绝对值越大 这个数反而什么呀 越小 反而小 所以四是不是应该是最小的 对 那我们应该这样写一下 A4 是不是小于A3啊 两个负数是不是已经比完了 对 然后再去比那个两个正数 两个正数有没有发现 一的 开口 开口小 所以它的绝对值是什么呢 大 正数绝对值越大 这个数就应该越什么呀 越大 越大 所以A1是不是应该是最大的 对 那这个地方中间排的是谁呢 A2 A2 小于A1 是不是A4到A1就都定下来了 通过这样一道题啊 我们又明白了一个新的性质 也就是这个开口的大小 也是由A来决定的 记住我说那句话啊 A的绝对值越大 那么开口应该越小 在这儿呢 给大家一个选择题 好 这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